有一组神秘数字是再度成为各大社群媒体的流量密码 那就是2758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呢 没错这就是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了 那之前我们也曾经为各位解析过 澳洲议会是在8月下旬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动议 要求恢复2758号决议的原本含义 也就是说这个决议并没有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而就在联合国第79届大会才刚刚揭开序幕之际 就在9月13号荷兰国会的众议院是以147票对3票的压倒性票数 同样是通过了类似的友台动议 拒绝中国扭曲的第2758号决议 那跟澳洲议会的动议一样再度强调了 这个决议根本就没有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当然也就没有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或是其他国际组织 是中国字意扭曲了内文来阻挡台湾的国际参与 voorzitter 400 jaar oud zijn de relaties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而未来是台湾一生命的国际 而是板南部首次長也比較好, 而是Designion的 gewissen商品之間, 而是台灣的搜集使用 更多像是會想過零件 去中国社會制作為無論壇 因為世大陸的者 以為使用獨立外交往 制作為開支援 對著家事的自由和平衡 要關於台灣的自由和平衡 也為 是我暫時不肯 不為了 對著台灣的 支援